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啊 好高兴喔 很多人当老师就是因为有寒暑假耶 是 但你知道学生当然也喜欢放假啦 但我觉得放假最头痛的人是谁你知道吗 家长 对 家长 家长always对于小孩放假这件事情 尤其是放长假 他们会非常头痛 对 而且有的父母他就是很怕孩子 因为平常你都看不到孩子在做什么嘛 因为虽然他可能会讲 可是他都在学校 因为现在就在眼前 然后呢 每天这样收来收去 对 很多父母要上班 所以呢 他也要安排 所以我就觉得这几年 孩子的暑假更忙了 你有没有发现 对 现在孩子有两种极端 因为对于放长假这件事 有的人就会觉得很无聊 因为爸爸妈妈踩那种放牛吃草性的 或者是就把他丢到爷爷奶奶家 那他就是一整个暑假无聊 那大部分的孩子是相反的 就是因为爸爸妈妈第一个怕孩子浪费时间 怕孩子太无聊 然后呢 又怕他们整天在家里晃来晃去 很碍言 就把他们排了满满的活动 以至于孩子的暑假 变得比平常上课更紧凑 更忙碌 更累 对 其实忙碌并不等于充实 像有的父母他也是觉得说 那不要浪费这个暑假 那反正我本来也是要找一个daycare 因为我也要上班 我没有暑假 那就会觉得说 那我就给他安排多一点 就像你刚刚讲的 各种的学习 各种淫秽 可是变成孩子其实并没有真正的relax 那当他 而且孩子的很多忙碌是因为被大人安排 是啊 其实小孩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父母 没有为我们安排那么多的时候 当我们百般无聊 我们就会开始忙起来了 对 因为你会去想到一些事情可以做 然后就该开始变成是一个主动的人 其实大人担心的太多 是 孩子最怕的是什么 无聊 对 孩子最怕就是无聊 因为无聊的时候 他真的他真的会非常难受 那孩子一旦无聊到极致的时候 他一定会想办法翻身 或者是想办法去找一点 自己找一点乐子 那我倒觉得这对他们来说 反而是一种好事 就是说与其你把他排的满满的 让他没有喘息的空间 你倒不如空下一段时间 让他自己去想办法 我怎么去填补这段时间 也就是说他要开始动脑 从无生有 然后从零开始去规划我今天要做什么 然后即便这段时间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也许我也要找点有趣的事情 来让自己快乐一下 对 但家长担心的太多 对 于是就把他填的满满 对 填的满满的 其实孩子还是无聊 是啊 因为有时候做的不是他们喜欢的事 对 对 然后就无聊到顶了 对 因为身不由己 所以与其这样 我倒觉得啦 我喜欢让孩子 比如说有一段时间你自己空闲着 你自己想办法 你可以在那边发一天呆也是过去 但你可以去找一些乐子 想办法找一些好玩的事情 他也会过去 但我想 家长其实不用担心太多 所有的孩子最怕的就是无聊 当他们真的无聊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去找乐子 那这除了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看见之外 我们在图画书里面也可以看到 其实孩子无聊到一个极致的时候 他会自己找乐子 而在那个找乐子的过程里面 他会去发挥他的创意 然后就不无聊了 对 他要想办法让自己不无聊 所以有时候他那个创意 是在那个时候被迫激发出来的 他如果不这样的话 他一整天就呆坐在那边 无聊到死 对 而且有时候无聊会闯祸 因为他实在 好像必须要做什么事情 那如果他又不善于那个发挥 正向创意的话 那可能就闯祸 对 那所以为什么我就在想说 这好像是恶性循环 就是说 你就怕孩子太无聊了去闯祸 所以你就给他安排很多事情 其实安排很多事情以后 他还是无聊 他只是忙碌 可是是忙碌加无聊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对孩子来说 无聊跟创意这件事情 跟创意 我们都希望鼓励小孩子要有创意 但无聊跟创意这件事情 在孩子身上是共生关系 是的 对 因为当他无聊的时候 他就必须发挥他的创意 去创造一些有趣的东西 来满足自己 让自己不觉得无聊 对 所以其实 somehow我是鼓励孩子无聊的 但是回头去看看孩子为什么无聊 孩子无聊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原因 对 其实我在看很多专家写的文章 或者是我上网搜寻 看到一些统计 我觉得很有趣 孩子为什么很无聊呢 因为第一个是没有让他感兴趣的事情 是 对 其实大人也一样 对 第二个 你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 你就不会做 你也没办法做 再来就是 你达不到心中的渴望 你心中某一个东西是想 比如说这个孩子想要做什么 而父母不准的时候 他可能就停在那边 他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 对 还有就是 不思考 对 那我倒觉得 如果孩子在这种无聊的状态下 我们大人在旁边可以做什么 也许激发他们的思维能力 或者是做一点影子 诱发他们去思考 去引发他们的创意 让他们可以从内在去 去发展他们这方面的能力之后 他想到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你知道他自己想出来的东西 一定是他感兴趣的 他去做了他感兴趣的东西 他绝对不会无聊 是 其实你晓得 像你这么多才华的人 你很难想象 像我是很 我觉得我这辈子不会去画图 可是有一天我在整理抽屉 我就发现 里面怎么有一盒色铅笔 我就左想右想 这是谁的呢 我怎么会有一盒这个呢 你知道我想了好久 发现那一盒是我们 有一年去马来西亚 然后我们在一个小镇 然后一个小地方 那个超市里面来 那个地方真是 荒凉的药物 整个镇上就只有一间百货 对 有一点像我们这边的那种杂货 山上百货 对 然后呢 我就 你记得我们白天工作 很辛苦 晚上就只有那个地方可以去 对 然后就左逛右逛 然后我后来就想起来说 好像就在逛的时候 我就开始想说 如果我有一盒色铅笔 我应该就可以画图 然后管他画的好不好 因为我们都在鼓励别人说 你不要因为没做过 你就觉得你不能做或是不会做 对 那我就给他自己 就买了那个色铅笔 所以就一直放在抽屉里 对 后来回来就忙了 我就再也没有发觉 我的绘画的天分了 所以放到甚至不晓得那一盒笔 为什么在那里 对 我其实还蛮怀念那一段 真的很无聊的日子 真的无聊到几点 也没有网路 没有什么那时候 对 对 真的很像被放逐 对 所以你知道我们被放在这种荒郊野外 那么无聊的时候 你开始会自己想找乐子 对 对 其实孩子也一样 所以很多家长在想说 我怎么让孩子不无聊 其实就是对症下药了 对 你现在 你现在很无聊 我常常问小朋友说 你现在在这边干嘛 没干嘛 很无聊 对啊 那你为什么无聊 我不知道 你知道当孩子不知道的时候 我就会有点担心 因为他不思考 然后我就会引发他思考 那好 那你现在想 有没有想要做什么 如果做做这个 或做做那个 如果你现在想到一件事情 是你觉得现在可以做 就是比较有兴趣 觉得有趣的 那他就马上开始动脑筋 开始思考 当他开始思考的那个刹那 他已经启动他的创意跟想法 而当他想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去做 那这个无聊的事情 就时间就会被排解掉 而他为了去做那件事情 可以启发什么 启发他的学习动力 启发他的求知欲 他要去做一件有趣的事 譬如说 小孩很无聊的时候 我说那你要不要做点心 对啊 你知道小孩来我们家 在那边看电视 然后我通常看电视 看一看 我如果下来知道 他们在看电视 我就把电视关掉 我说 他说不要这样 这样很无聊 没有电视可以看 我说那我们来做点别的 要不要做点心 他们就 要 然后我就开始说 好 接下来我们认识食材 我们今天做什么 然后开始 他开始有求知欲 开始有学习动力 然后开始去做 然后开始完成一个东西 在那个过程里面 他不但觉得很有趣 发挥他的创意 而且一点都不无聊 而且很有成就感 不管做出来好不好吃 只要是自己做的 小孩都会自己很膨胀 对啊 你给他做的 你给他买的 他还会挑三拣四的 对不对 对 可是从来我没有看过孩子 对自己煮的东西 做的东西 说好难吃 是啊 所以而且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有时候我会翻开食谱 让他们自己去读 是 然后食谱怎么写 我们怎么做 那也是阅读推手 那是一种阅读 对 所以其实在孩子启动 他开始想要做什么事情 开始发挥创意的时候 很多东西是联动的 包括他的学习动力 包括他的学习热情 求知欲 阅读等等 这个都是在思考 解决无聊这件事情的 那个刹那 全部被启动 是 所以如果你没有给孩子 这样的机会 你把事情都填得满满的时候 孩子真的就无聊 他虽然忙碌 你刚刚说的很好 就是他虽然忙着 去做好每一件事 去应付你为他安排的 每一个活动 可是事实上 他一天下来 他还是无聊的 对 对 所以我想到一本 有趣的书 正好在呼应你的这个观点 这本书 很久很久 很久很久以前了 大概现在要找 也不太容易找 不过图书馆应该是会有 它是汉生出版社 出版的一本书 书名就直接说 好无聊 好无聊 对 书名直接就是好无聊 那这本书呢 其实文字不多 它以图像为主 那它用图像在描绘 两个男孩子 怎么排遣他的无聊 那两个孩子呢 几乎把家里面所有的玩具都玩过了 然后呢 没有任何东西吸引他们 好 开始觉得无聊了 无聊的话 怎么办呢 妈妈就说 你们小孩喊什么无聊啊 你自己去找点事情做做 然后妈妈这么一喊的时候 想说是啊 他们就去找事情做 就跑到仓库去 他们走到那个仓库的时候 就发现 仓库有个很大的螺旋桨 看到这个螺旋桨 他们开始动念 你看干嘛 螺旋桨你可以直接联想到飞机嘛 他们开始动念 想说 嗯 不如我们来坐一台飞机玩玩吧 然后就想 那飞机要怎么做呢 嗯 不知道 对不对 第一件事情 查书 他们就跑到爸爸的书房 把那个书拿出来 开始查 哦 除了螺旋桨 你还要收集轮子 还要有木头 还要有椅子 要钉子 要油漆 然后 粘胶 还有布啊 铰链绳子 玻璃窗 螺丝钉 于是他们开始在收集这些东西了 嗯 为了坐这台飞机 他们先去查资料 嗯 知道怎么做 先把know how搞清楚 嗯 然后去准备该有的材料 嗯 于是他们就开始动手 自己造一台飞机 嗯 很神奇的完成了 可是 当他们把飞机完成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发现说 哎 家里的床单不见了 车子的引擎不见了 花盆不见了 然后呢 晒衣绳也不见了 全都不见了 然后呢 最可怕的是 他们发现 他们的孩子 架着一台很古怪的飞机 竟然在天空飞来飞去 对 是 所以你知道小孩 嗯 那这个 这本书其实 描绘的这整个情境 其实就呼应我们刚刚讲的 对 孩子无聊到一个极致的时候 他一定会想办法解决 嗯 而一个东西 或者是一个念头 嗯 就会启动他后面很多的连锁效应出来 是 嗯 那这个连锁效应 对 当然从大人眼中来看 看起来很可怕 对 但是从孩子来说 嗯 其实你这两个男孩 为了完成这架飞机 是 他们做了多少努力 对 他们有中间有多少学习 对啊 嗯 对 他还得想办法 把爸爸的那个车子的引擎拆下来 插下来 安装在飞机上 然后 把这些零件都组合在一起 嗯 对啊 后来 如果各位有有书可以看 嗯 你会看到后面那台飞机 真的看起来蛮令人担心的 有点古怪 但他能飞啊 是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们说那个无聊是创造之母 是 我想我们偶尔无聊真的不要惊慌 你不觉得现代人很也很可怜 有的一只盯着那个手机 没有办法就是成瘾 因为他觉得坐在捷运上 坐在公车上看着人 他觉得不知道要看什么 对 然后他就觉得无聊 然后就开始滑手机 嗯 其实手机你也你也变成被动的嘛 虽然你滑他 可是他要告诉你什么 他要他你要看到什么 其实是不是你自己在在真的可以可以创造的 嗯 那我觉得其实现在人 大人本身就很怕无聊 是 然后觉得无表好 无聊好像就是空虚 嗯 其实忙碌也并不表示你不无聊 我觉得我们其实好好来谈一谈 对 在孩子的世界里面无聊多么重要 也许谈一谈以后再回头看 其实大人也要学着面对习惯 适应 喜欢无聊 是 所以我会觉得喜欢阅读的孩子 他一定是不无聊的 对 比如说很多小朋友 他跟着爸妈去餐厅吃饭 他包包里面一定要放一本书 像我小侄子就是有这个习惯 他说不然你们大人吃饭我很无聊 那我觉得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我们当然鼓励孩子阅读 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讲 那好无聊那本书里面 孩子要解决他的无聊 第一个去阅读 第一个要先去阅读 所以其实我们鼓励孩子阅读 一方面其实也可以排遣他的无聊 因为阅读可以启动很多的思考跟想象 对 而那个东西是解决孩子无聊的重要的武器 情言如果有人跟你说 又老师你好无聊 我相信你不会听到这句话 哎呦喂 我常被小朋友骂 你好无聊 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说我很无聊 就是我跟他们开玩笑 然后他们觉得很无趣的时候说 阿大叔你很无聊 对 所以我们普遍也觉得无聊好像不是个好事情 对 我想我们普遍大人或者家长的认知 觉得无聊不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我们也怕孩子无聊 对 孩子是最怕无聊的一种生物 所以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去解决自己的无聊状态 也让你变得更有趣 对 但是很多大人在孩子的眼中看起来 为什么小孩觉得大人很无聊 对 是因为大人真的很无趣 大人很多时候没有小孩的那种 应变思考创意跟想象力 好 以至于我们常常只是要用现实的方式 去框住孩子 或者是去要他们服从我们的命令 去做一些我们希望他们做的事 比如说我们帮他排很多的活动等等 但孩子自有一套排解无聊的方式 对 但那个方式可能未必是外显的 也就是说他未必是在做某件事情 或者他有一些外显行为在那里 那我们当还看到孩子坐在那边不做事的时候 我们说你在那边发什么呆啊 你在那边无聊 你不如找点事情做做吗 对不对 好像要看到孩子做事情 他才是不无聊的 但很多时候孩子坐在那边 表面上看起来很无聊 事实上他一点都不无聊 对 对 可是有时候大人看起来好像忙着很多事情 即使是真正的是无聊的 对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看 你从大人的眼光跟孩子的眼光 看起来有很大的差异 对 很大的奇异 那我觉得图画书的创作者很厉害的一点是 他能够洞悉孩子 也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在那边 好像什么事都没在做的 无所事事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他在那边浪费时间 很无聊 可是图画书的创作者看到的不是外表的外显行为 他看到的是孩子内在的脑袋里面 他在进行什么样的思考活动 或想象活动 说不定孩子在那边你看起来他很无聊 可是事实上他脑袋里面正在自己演出很好玩的戏 对 对 然后他自己乐在其中 然后呢 快乐的不得了 只是你看不到 对 其实我想到我小时候 有时候不乖的时候被罚战 严重的时候被罚鬼 然后我前一阵子回到我的老家那个房子 我看到那个我兽型的那个corner 那个角落 然后我就想 我以前被罚战的时候 那个罚是你被孤立 然后面对墙角 可是我光看着那个墙上的那个剥落的那些粉墙 我就可以想好多故事 你知道吗 我在那里其实那是我很快乐的一段童年时光 可能在大人觉得说 嗯 处罚到你了 让你无聊到极点 要撞墙了 可是我其实没有 我光看着那些 而且你知道吗 我沾了口水 又在粉墙上涂 就可以又制造另外的画面跟想象情景 我觉得其实还蛮快乐的这种处罚 那你比我乖多了 我也被罚跪过 就是罚跪在那个墙角边 然后 但是我会想办法偷偷摸去摸一支铅笔 然后开始在墙上画图 对 但画完以后又是另外一个处罚 我也画过墙壁 对啊 可是因为把妈妈真的吓坏了 所以从此就觉得画画是一个会很可怕的事情 对 所以我后来从图画书的创作者身上学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当我看到一个孩子在那边发呆 或者是无所事事的时候 我过去我不会直接跟他说 你在这边干嘛 发什么呆 你要不要去做什么 然后什么 对 我第一个坐在他旁边 我说你在想什么 我坐下来我会问他说你在想什么 然后他就会跟我讲一些他想的事情 我说哦原来如此 那有时候我就会跟他 就他想的事情开始聊起来了 那我发现其实孩子坐在那边发呆的时候 未必他是无聊的 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从书里面看到很清楚的印证 我很喜欢一个英国的作家叫John Bernighen 约翰伯尼罕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创作者 因为他从小念的是英国的下山学校 那个学校有点像是我们的森林小学 他自己决定他要学什么 他自己设计课程 他自己决定要做什么 所以他是一个完全不无聊的人 因为他从小就开始 他必须去安排他的时间 自己做一天的课程的schedule的规划 然后自己去从事自发性的学习 因此他的作品里面很有趣 就透露出孩子的这种自发性的能力 这种自发性的能力 其实是很容易被大人忽视 或者是被大人权威压抑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想我们都很喜欢John Bernighen的东西 约翰伯尼罕的作品是因为 他某种程度把孩子真真实实的 坦露出来 而有时候坦露了 不是教宗教校的那种书 对 但有时候坦露的太白 反而他的书会吓到大人 或者是觉得他在教训大人 这就是一本很有趣的例子 这本书是远流出版社出版的书 我想非常有名的一本书 如果你喜欢图画书 你或多或少都知道这本书 这本书叫做沙利 离谁远一点 好 我想 你把它念一遍 对 因为这本书很有趣 它其实图跟文字 有一个非常巧妙的结合方式 必须图文一起阅读 如果你单看文字或单看图 你可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那所以我们必须从图文开始去阅读 去思考 可是各位看不到图 如果你有兴趣 其实你可以去图书馆 把图找出来看 或者去书店 把这本书找出来看 你就会知道我们在 这本书的绝妙之处在哪里 那一开始呢 我想先单纯的念文字给大家听 然后你会知道 光听文字是多么无聊的一件事 好 沙利离谁远一点 其实文字 都是妈妈在说话 沙利 水太冷了 不适合游泳 我们就坐在这边吧 你怎么不过去 跟那些孩子们玩呢 你可不可以小心一点 不要把新鞋子弄脏了 沙利 不要打那只狗 它可能是一只野狗哦 你到底要不要喝东西啊 沙利 这是我第三次问你了 也是我最后一次问你 小心 你在那边丢石头 会打到别人的 你该不会是想把那些 难闻的海草带回家吧 沙利 等你爸睡醒了 他就会陪你玩 沙利 我们该回家咯 天啊 你看现在几点了 不快点走 天就黑了 好了 念完了 完了 真的蛮无聊 很无聊 对不对 可是我们如果有时候想想 我们如果看到一个家庭里面 搞不好 那个妈妈真的 每天讲的大概就是这些话 这些无聊的话都谁讲的 是 妈妈 对啊 都大人讲的 所以你知道大人讲话 对孩子来说多无聊 非常无聊 而且他每天都在听这些话 无聊到极致 可是在这个无聊到极致的状态 沙利到底呈现了什么 我觉得我们要跟着图一起看 好 第一页我们看到 爸爸妈妈带着沙利到海边去 然后他们拿着躺椅啊 拿着野餐的东西啊 可是那个天气是秋天 也许是秋天或者是春天 他们都穿着长袖 所以妈妈一开始就叮咛沙利 说沙利水太冷了 不适合游泳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有一只小白狗跟在他们身边 但显然不是他们家养的狗 好了 妈妈就跟爸爸把躺椅摊开来 秋天可以在那里睡觉 对 那这本书有左右两页的图 他们看起来是两回事 但是事实上都在描述两个状态 而跟妈妈说的这句话是有关联的 妈妈一边跟爸爸把躺椅摊开来 在左边这张图 妈妈就说 那我们就坐在这里吧 沙利这个时候呢 就跟那只小白狗一起到了海边 在沙滩边 那边有一艘船 在码头旁边 沙利就站在那里 就站在那里 看起来很无聊 好像什么事都没在做 所以整本书的右页 都在画沙利 左页就画爸爸妈妈 对 这两个不同的世界 对 左页的爸爸妈妈呢 爸爸就开始在那边抽烟斗啊 然后妈妈就开始讲话 妈妈看到沙利一个人 站在那边说 你怎么不过去跟那些孩子们玩呢 意思是什么 沙滩那边还有另外一群孩子在玩 而沙利独自站在这里 可是在右页呢 沙利 其实已经坐上那艘船 带着小白狗 滑出去了 探险去 他还滑出去了 显然跟妈妈讲的话是不一致的 妈妈说 你怎么不过去和那些孩子们玩 沙利事实上已经滑了船 带着小白狗出去了 显然这个时空有点特别 好 妈妈一边打毛线 爸爸看报纸 妈妈就说 你可不可以小心一点 不要把新鞋子弄脏了 显然 沙利这个时候在沙滩 你可以想象 他在那边可能有水 有脏东西 妈妈提醒他 你不要把新鞋子弄脏了 可是在右页 沙利是在干嘛呢 他划着船 带着小白狗 遇到了一艘海盗船 沙利不要打那只狗 他可能是一只野狗 好 妈妈在那边叮咛他 所以也许 沙利在跟那只狗玩 妈妈以为他在打他 可是事实上在右页 沙利描绘沙利的这一页 他已经跟海盗在决斗了 而他被海盗的船长 这样逼到要去走 要跳海 可是那只小白狗救了他一命 好 你到底要不要喝东西 沙利 这是我第三次问你的 也是我最后一次问你 妈妈在那边倒饮料 爸爸还在抽烟斗看报纸 而沙利已经在海盗船上 跟海盗们厮杀大战起来了 小心你在那边丢石头 会打到别人的 妈妈在叮咛他 显然沙利在海边丢石头 但事实上右页在描绘 沙利已经拿了海盗的旗子 然后狗狗咬了海盗的藏宝图 他们已经跳下来 跳到船上去了 妈妈这时候又讲说 你该不会是想把那些 难文的海草带回家吧 沙利 可是沙利这个时候已经站着小白狗干嘛 出发去寻宝了 妈妈说等爸爸睡醒了 他就会陪你玩 沙利可能一点都不在乎 因为他已经挖到宝藏了 妈妈说 我们该回家了 事实上 沙利挖到的宝藏非常的惊人 天哪你看现在几点了 不快点走天就黑了 而这时候沙利已经架着船 回到岸边了 而他们最后一张图是 爸爸妈妈收好椅子 带着沙利一起回家 乍看之下好像不知道在干嘛 对 左右这两张图 而且看起来好像最忙的是妈妈 对 左右这两张图 跟妈妈文字里面描绘的时空 好像都不一致 妈妈的文字在描绘 沙利在海边的状态 然后左边这张图在描绘 他爸爸妈妈的状态 右边的图在描绘什么 其实所有的孩子 大人读不懂 但所有的孩子一目了然 而且会心一笑 是 因为我就问小朋友说 那右边这些图在描绘什么 他说沙利在海边 可能坐在那个船上 然后也许爸爸妈妈觉得他很无聊 但沙利自己脑中已经去 进行一趟冒险故事了 是 所以右边的这些一系列的图 约翰伯宁罕描绘的是什么 是沙利脑中 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而那个东西其实是孩子最重要的乐趣来源 是他从想象去启发的 是 而那个过程里面他有很多的学习 然后很多的性个性的表现 很多的品格个性的表现 包括他的勇气 包括他的那个努力 积极 对 那到后来他寻到宝藏 而这些这个想象的基础是什么呢 一定跟阅读有关 对 阅读很多书 然后他在那个地方 无聊到极点 他开始自己就变成那个 编剧 对 其实你刚刚在讲 我们想如果他所有的左页 妈妈在讲什么 右页画的就是那个沙利在做什么 这本书就真的是好无聊 对 无聊到极致 对 可是他的好精彩 就在于他右边画的是孩子的世界 对 孩子想象的世界 是 对 所以孩子想象的世界 其实永远超过在现实世界的那个状态 对 所以 他们会觉得有趣 但是从妈妈的眼光去看他的时候 就觉得他一个人在海边很无聊 对 但沙利一点都不觉得 对啊 在那玩水草 在那里做什么这样 好像不是跟别的小孩一起去玩叽叽叫啊什么 对 然后看起来他就是一个很失落 很孤单的小孩 其实孩子的内心世界是这么的丰富 所以我带孩子读这本书的时候 他们说 最无聊的是他爸爸跟他妈妈 你知道他爸后来就这样 就睡着了 对就睡着了 对 所以其实真正无聊的是大人 孩子不会觉得无聊 是 但我们大人一天到晚在为孩子的无聊穷担心 那你看看沙利你就知道了 他其实约翰伯尼罕把孩子的那个脑袋里面的想象呈现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那是一个多么丰富的一个世界 对 而孩子因为那样的一个想象世界化解了他所有的现实生活的无聊 对 而且也不花钱 是啊 也不花什么太多的那个时间啊什么 我觉得那是应该是上天赐给每一个人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宝藏 只是说我们在成长过程中 好像因为常常觉得说这是不对的 不好的 以至于我们即使有一点无聊也不敢承认 就不敢面对 然后可是我总是觉得说回转向小孩 是让大人变得有趣的一个key point 不是吗 对啊 秦燕你好无聊 这句话再也不是坏话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很无聊 是 要不然你怎么会有那么多创意呢 你真是太无聊了 如果你知道我一天到晚在房间干什么 你就会知道我觉得还蛮 可能从外人眼光来看我真的蛮无聊的 对啊 因为我就在那边晃来晃去 下作者 然后看看这本书翻翻那个东西 你一天到晚一整天无所事事 还会去逛百货公司 你知道我上次逛百货公司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 我的问题就在于太不无聊 你太忙了 像我那天东西做一做突然下来跟我们家老太太说 我觉得我今天早上已经把脑力耗够了 我下午要来做一些不好脑力的事 我就开始做东西吃 做点心啊什么的 所以其实三号 每个人有安排他生活的方式 小孩也有 而孩子的想象 千万不要轻乎孩子的想象力 孩子的想象是他最重要的乐趣来源 而有了想象力这件事 孩子永远不无聊 不管他在哪里或做什么 但孩子的想象力 常常有时候会吓到大人 或让大人觉得很无厘头 我觉得有一本书我其实很喜欢 但是这本书很多大人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 或他到底在讲什么 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孩子看这一类的书 其实就是for fun 有一个乐趣在那边 他不见得要从里面读到什么大道理 但是因为他书里面呈现的是 你知道把孩子的一些特质 跟平常不容易表现出来的东西 很具实的呈现在画面上的时候 孩子会得到很大的共鸣 譬如说把孩子的想象的东西放出来 那他就会得到很大的共鸣 而他在那个阅读的过程里面 就会得到很大的乐趣 这本书叫做妞妞的鹿角 对我其实很多年前在美国看到这个书 我就买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题材其实并不很多 就是真的抓到孩子的那种想象 然后大人也会有一点莫名其妙 因为很多书都是大人一看就了然 反而小孩看了觉得 然后呢 这本书是何英出版社出版的书 然后最早我买他的英文版 我纯粹是因为他的封面买的 我觉得他的封面实在太有趣了 是一个女孩子 他画一个小女孩从窗口探出来 但是他头上有一对很大很大的鹿角 是那种迷路的脚 圣诞老人的那种迷路的脚 这个封面其实有一些吊诡在里面 第一个人的头上会不会长脚 当然不会 那通常脚是长在公路头上还是母路头上 应该是公路头上 可是却长在一个小女孩的头上 这意思是什么 这女孩会打架吗 不是 也许这个女孩 其实等一下我们去看他整个故事 你会发现这个女孩子有一种 比如说男孩子比较有的一种阳刚性格 很有独特的想法跟个性 那创作者把他设计在这个小女孩头上 其实是要彰显他的某种性格 除了他的想象力 跟他为生活找乐趣之外 还有他某部分的个性 这本书的图文创作者叫 David Small 大卫斯摩 那我想我们很熟悉的他的一本书 是他跟他太太一起合作的 叫做小恩的秘密花园 那这本书是他自己一个人合作的 好 妞妞的鹿角 星期四 妞妞醒来 发现他的头上长出了两只鹿角 他从床上坐起来 一摸 觉得头很重 一摸 哇 一对大鹿角在他的头上 他好不容易才穿好衣服 你知道 头上有一对鹿角 那衣服有多难穿 尤其是套头的 然后又动了动脑筋 才出得了房门 房间门就那么闪 是啊 所以他出去一定卡到 一定要撤行 对 然后他要下楼吃早餐 你知道小孩子很喜欢 他们家是楼梯 那个楼旋转楼梯 他就扒着那个扶手 就这样滑下来 一路滑呀滑呀滑 咔啦 糟糕了 鹿角卡在吊灯上 他却被吊在半空中 妈妈出来一看 啊 惨叫了一声 下昏了 你知道 如果你们家孩子 头上有一对鹿角 我想所有的家长反应 大概就跟妈妈一样 下昏了 不要讲那么大的鹿角 就像长两个兔子牙齿 蓝牙你都会下昏 对 然后呢 妈妈就第一个反应 赶快去找医生 他觉得他女儿生病了 医生一会摸摸这里 一会儿戳戳那里 最后他抓抓自己的下巴 他看不出妞妞哪里出了问题 然后呢 校长瞪着妞妞 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他的弟弟呢 小南 查了查百科全书以后 你知道孩子 还是只有孩子知道要怎么办 要阅读 对 要阅读 所以为了解决问题 一定要去阅读 大人都没有想到 但是他想到了 他的弟弟小南 查了查百科全书以后 现在应该是上网Google 是 他很大声的向大家宣布说 妞妞已经变成了一种 稀有的迷你路了 听到他儿子这么一说 妞妞的妈妈又昏倒了 对 本来都才刚刚醒来 对 又瞎昏了 好 他被抬到楼上的房间休息 妞妞走进了厨房 在厨房工作的露西 请妞妞坐在炉子旁边 晾毛巾 露西说 多可爱的鹿角啊 所以你知道 他们家女佣把那个 毛巾晾在她的鹿角上 妞妞在干嘛 阅读 在阅读 负责煮饭的皮太太 给妞妞一个甜甜圈 然后把许多的甜甜圈 挂在妞妞的鹿角上 派妞妞去院子里喂鸟 然后皮太太说 等圣诞节到了 把你装饰装饰一定会很好玩 所以妞妞一边吃甜甜圈的时候 你看她头上停了一堆鸟 对 那个鹿角刚好有很多叉汁 所以就挂了 可以挂很多甜甜圈 对 挂满了甜甜圈 好了 过了一会儿 妞妞晃到楼上 她发现全家人都在妈妈房间里 她问大家说 有没有人要吃甜甜圈啊 这是你要吃剩的 妈妈说 妞妞 我们决定了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用帽子 把你的鹿角藏起来 小男打电话给做帽子的设计师 真的是 然后你看她的书还在这里 她的书还在 她还是查书 查这个电话部是帽子公司的设计师在哪里 好 三点钟 做帽子的设计师来了 她很快的画出了草图 并且开始工作 做好了 设计师大叫 她的助手们欢呼说 太棒了 妙头了 妈妈一看 咚又昏倒了 结果又被抬走了 对啊 你可以想象 那个孩子头上 好像顶了一个热气球的感觉 对 因为要整个把鹿角都包住 对 所以像等 不过我觉得她真的设计的蛮好看 好了 吃过晚餐以后 妞妞开始练钢琴 那天大家都不用点灯 因为妞妞在鹿角上插了很多的蜡烛 好有情调 对啊 一边 这样她就有照明了 可以一边弹琴 然后点的蜡烛 然后她打了个哈欠盖上琴铺 亲了亲全家人上床睡觉 妞妞叹了一口气 回想起这漫长的一天 啊 发生好多事呢 星期五 妞妞醒来 哎 鹿角不见了 她下楼去吃早餐 天下太平了吗 她下楼去吃早餐 全家人看到她恢复正常 高兴极了 直到她走进了饭厅 结果发现什么 妞妞的鹿角没了 对 是屁股长出了一个什么 孔雀尾巴 孔雀开平 孔雀开平的尾巴 对 妈妈又要昏倒了 你注意看 这又是公孔雀的象征 是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者很有趣 对 我看了N次从来没有去想说 这是公孔雀 这是公孔雀的象征 是 所以其实你知道 如果我们把妞妞的鹿角 跟她的这个孔雀尾巴遮住 我们单看这本书 从头到尾 你会发现光看图 你其实会发现 妞妞在做的就是她日常生活中 每天会做的事 譬如说晃来晃去 从楼梯这样 扶手这样滑下来 然后阅读 吃饭 然后或者是去花园里面 她做的事情都是她每天会做的事 但为什么妈妈一直昏倒 因为她头上长出了一对鹿角 但这对鹿角带给她很大的乐趣 而她有很多的想象在里面 鹿角可以做什么 而且她是全世界唯一有长鹿角的小孩 是 而且激发了她弟弟的求知欲 然后也激发了她自己的创意 比如说她点了很多蜡烛在头上 然后弹琴 对 她充分发挥鹿角的功能 妞妞有没有改变 其实事实上是没有的 她还是妈妈的乖女儿 她睡觉前还是会亲戚妈妈跟她说晚安 她是正常的孩子 正常的孩子 只是那对鹿角是她想象出来的一个乐趣 然后只是把她外显之后 巨石化之后就惊吓到大人了 其实对孩子来说 这些想象的空间 带给她极大的创意跟乐趣 这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养分 是 所以可能大人会觉得很 这小孩好无聊 想象有的没的 可是对孩子来讲 那个才叫不无聊 是 因为有了那对鹿角 她今天过得多有趣 对 难怪那么多小孩好喜欢这本书 对啊 所以我说其实孩子的想象力 带给他乐趣之外 带给他创意之外 还有创造力 那我们在另外一本书上 其实也可以看到 创作者这样在琢磨孩子 好 这本书叫做《非吧凯蒂》 那这本书其实你可以看到 当孩子开始要排解他的无聊 用他的想象力 发挥他的创意跟创作力的时候 他的生活会变得有趣极了 而且他就好像装着翅膀可以飞 好 这本书呢 你知道一开始你看到凯蒂 凯蒂就是灰灰的 蓝蓝的 很冷的色调 凯蒂觉得整个人灰灰的 他孤零零的待在家里 没有人可以说话 够无聊吧 够无聊 好了 于是这个时候 他发现墙上有一幅画 墙上的图画看起来 比他的房间好玩多了 凯蒂想让自己开心起来 于是他戴上了大大的绿色帽子 可是戴上去还是觉得自己灰灰的 于是他套上了黄色的裤袜 把裤袜拉得好高好高 甚至把脸都遮住了 于是他觉得自己变得比较明亮了 然后呢 他又穿上了蓝色的鞋子 然后穿上最漂亮的粉红色洋装 你知道他现在身上的颜色变得越来越多了 而且不是灰灰的了 然后你知道 小孩你知道趁妈妈不在家 小女孩趁妈妈不在家 很喜欢做一件事 跑到妈妈的梳妆台干嘛 哎呦 涂脸 对 偷偷化妆 所以他把嘴巴涂得红红亮亮的 学妈妈 对 他已经观察很久了 终于有个机会可以练习 对 然后又拿出水彩 把自己的脸给涂成蓝色跟鞋子一样 然后在手臂上画上一些橘色的条纹 把手指涂成了紫色 他站着一动也不动 等着颜料变干 突然 他发现他整个人有了翅膀 开始飞起来了 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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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달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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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五彩缤 五彩缤的颜色从他身上不断的冒出来 然后他咻一下飞进了墙上的那幅画里面 那幅画里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鸟 各种颜色的彩色的鸟 凯蒂跟他们在一起 然后呢 变成了好朋友 他在那里待了一整个下午 哇 陪着他们飞啊 叫啊 玩 拍动着彩色鲜艳的翅膀 直到该飞回家了 然后呢 直接飞回家 从画里面跳出来以后 直接跳进了哪里 早缸 把身体洗得干干净净 对 所以其实你知道 如果 我在想 他把自己身体涂的那个样子 然后他虽然 自己想象进到那个画里面 会玩得很开心 那如果这时候妈妈进来 妈妈回来了 要昏倒 就像那个 那个 那个 牛头上长脚 看到一定马上昏倒 是 然后我们会担心说 孩子把身 涂得这么样 这么脏 然后你把自己搞成这样 你到底在干什么 然后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 还偷用了我的口红 一定骂一顿 可是 你知道当孩子玩够以后 他会回到现实世界 对 他回到现实世界 他知道他自己该怎么搭理 所以他从那个画里面出来以后 他去洗澡 是 所以对孩子来讲 生活精彩还是无聊 其实不完全在他做什么 是啊 对 当然 这本书他讲的是一个孩子 他就把自己彩色起来了 可是其实对孩子来讲 那个想象力 还有他的创意 才是真正的色彩 对 他最有趣的部分 其实是他飞到画里面去 而那个是不是他想象出来的 对 他把自己画成那样 他就很容易融入在画里面的情境 对 他在画里面跟那些鸟一起玩 一起叫 一起飞翔 然后之后再离开 是 一个下午 他都不无聊 不然他整个人是灰灰的 是 所以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我们已经很陌生了 是啊 我觉得看着孩子 我们真的可以开始放下大人的那种 道学 真正的去进入他的那个胡稿 对 所以其实家长真的不用担心孩子无聊 对 你有时候放任他无聊一下 对 你去观察他 在这个无聊的一整天里面 他做了什么 他会做什么 是 孩子怕无聊的 他一定会想办法排解他的无聊 而当他要想办法排解他的无聊的时候 他的思考起来的 他的想象起来的 他的求知欲起来的 也许他的很多的创意就跟着发挥出来 是 而 等他解决了他的无聊之后呢 我相信他的很多能力也都跟着提升 嗯 好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接下来听听看黄老师有什么小叮咛 乃玉老师的阅读小叮咛 亲爱的朋友 我们今天开始来放暑假 其实小时候的暑假的确也是真的暑假 就是反正不用上学 然后你就在家待着 或是在附近走一走 回想起来 其实他虽然不忙碌 可是很充实 那我很多平常想做 可是因为有功课不能做的事情 那我就会利用暑假 很多学期中间的一些渴望 我都会记下来 然后就准备暑假好好做 我还记得有一年暑假 我爸看我真的很无聊 他就给我一个作业蛮好玩的 就是让我每一天去写一篇文章 题目不一定 随便你自定 那你就是写一篇文章 然后他给我一本笔记簿 只要大概一页这样 把那个也不是日记 你就是写一个文章 然后他给我一块钱 稿费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知道说 写东西也可以有钱领 可是写着写着 我就真的很多想象力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 叫做雨时皆同 就是下雨的时候 在路上的那些小孩 天哪 我怎么会想到这么文雅的一个题目 然后自己在那讲下雨 然后那些孩子在做什么 印象好深刻 所以我觉得我的写作开始 好像就是那个很无聊 很休闲 然后充满了幻想的这种日子 这种时光 有没有浪费呢 其实并没有 如果爸爸给我一些温习功课的事情 或者是要我去补这个补那个 让我一开学就可以比别人更领先 那很可能那才叫浪费 那也许你现在听到说 哇 四百五啊 我暑假都给他安排了 不过呢 很抱歉 那你就看着办 可以得饶人 促且饶人 让孩子有一些 真的可以很自由的时间 那其实休闲是一种心情 也不一定是活动 不一定要带出国去什么乐园 才叫做休闲 才让孩子不无聊 其实那是心情 那金燕也特别提到 其实真的人在无聊 百般无聊的时候 创意特别的有空间可以长 我想再缴断了一段时间 他这个寸步难行不能出来 我猜他在家里也有一段 很长的无聊的 可是又充满创意的时光 OK 我希望你今天讲的书 你都喜欢 拜拜 本节目由FM97.7 台中古典音乐台制作播出 要你一同享受阅读 丰富孩子的生命